先模擬 因為主要就是說 將來 比如說我們後面有一題 就是這個官網 比如說這個題目要做什麼 打開來之後 我希望請各位把這裡面的資料 比如說這個上面有1、1、2、3 三個資料 我希望把這三個資料 還有這裡面的每一個 因為這個是TUC加一個證照考試 它總共裡面有這些項目 這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是一個項目 這個是第二個項目 這是第三個項目 每一個這個應該是它的類別 它這個考試的名稱 然後它的英文名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些全部資料都抓回來 並且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不是用人工 不是叫你用Ctrl-C、Ctrl-V貼上 這時候你就要先分析什麼 按右鍵有沒有 檢視原司碼 檢視原司碼你會發現 哇這裡面就HTML開頭 有沒有 然後呢這裡面就還有一些標籤 但是問題來了 你會發現 哇這個網頁總共的行數這麼多 總共幾行 1700多行 那1700多行 光看就覺得頭痛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找到我們要找的東西 並且快速的把我們要找的那些裡面的內容把它抓回來 所以第一個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HTML 所以你如果說想要快速的爬的話 可能還是先得要對這些標籤熟悉一下 每個標籤都有每個標籤的用途 第二個的話可能要熟悉 當然我剛剛按右鍵檢視原司碼 這個方法其實是比較笨的方法 比較聰明的方法 就是直接選取比如說我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 我想知道說它的標籤名稱是什麼的話 那你按那個什麼 右鍵原司碼 你會發現你要找到頭痛 之後它找不到 所以教過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 選取它之後有沒有 按右鍵 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叫做檢查 有沒有 你要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用檢查 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抓的資料 它背後的標籤名稱叫什麼 它會自動幫你跳到原司碼的那個位置 這招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會這一招之後 你就把你找到東西 有點像填空題 填到那個什麼 Beautiful Swift裡面去 它就幫你找到了 如果你要找的不只一個 你就用Find All 如果找一個 你就用Find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按右鍵檢查一下 所以慢慢習慣檢查 檢查的話 你會慢慢習慣什麼 它會跳出 右邊的這個頁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有點像 原始碼的什麼位置 那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我跳到 這個網頁的什麼位置 並且幫你用什麼 用這個地方有沒有 選起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是我剛剛選的 它就會自動幫你選起來 所以這一邊的話 它是一個DIV 那它的class有沒有 剛剛有用到class有沒有 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你以後可以找哪個標籤 找這個DIV 這個class 你可以找到這裡面的東西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它裡面不只一個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因為叫這個class的名稱 應該這個還有這個 所以底下的話應該有每一個 所以你就把這個Find All 它就全部抓到了 就跟剛剛一樣的道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不過相對的 這個可能慢慢習慣 我剛剛講的 檢視原始碼之外 還要學會什麼 把它關掉怎麼關 這邊有叉叉嗎 關掉它又恢復了 1.選取你要找的資料的位置 2.按右鍵檢查就可以了 3.請你看一下 它目前 慢慢習慣一下 因為右邊這邊的話 就是你要找的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 如果你把它向右拉的話 向左拉它會變又多一個 向右拉 可是問題是它好像太窄了怎麼辦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上面有個三點 把它停在下面 我有時候喜歡 預設是Duck to Right 就是停在右邊對不對 你可以Duck to Button 放到下面 下面的好處是什麼 它就比較寬 你可以往下追 下面這個的話是DIV 所以它標籤DIV class是這個 其實這樣你可以點兩架複製 用貼的 那也可以抓到 這個待會兒講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先講 剛剛的那些原因就是說 先抽離出來 我們先不要講得太複雜 否則的話 也可能會一下沒辦法接受 接下來的話 練習3.請各位把這一段程式 一直到這裡好了 把它複製貼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建一個module上面 就這一段 那接下來底下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請你幫我取得什麼 取得 所以你可以在問題下面按個 Enter好了 取得title 應該會吧 title在哪裡 title在這裡 title裡面的資料 就是網頁標題 比如說它的title在哪 title在這裡 就這四個字我要抓回來 那可以用什麼呢? sp 上面有個sp物件 點什麼呢?它只有一個 所以fine fine什麼呢? fine這個瓜糊 然後我要抓的是那個名稱 叫做title的地方 的這個名稱 叫title 把它這個名稱複製過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裡面的文字就點test 第一個問題答案就出來 printl 有沒有?網頁標題 這個就抓過來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取得什麼? 取得類別為red的超連結 red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blue 這不是 所以它說要什麼? 要取得所有的 但是我要抓什麼? 抓它的超連結 超連結要怎麼抓呢? 特別注意 第二道題 所以我要怎麼抓全部 所以第一個 當然我如果抓一個的話是fine 我們先抓一個好了 它裡面的 所以特別注意 它的類別 它的類別 是叫這個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 它類別前面一定會有個標籤名稱 標籤名稱叫A A就超連結 所以這個A先抓A 然後它的類別 逗點 其實你可以打 class 不過一般我習慣 class其實可以 省略 不要抓沒關係 就這個 ok 然後呢 那 後瓜 我就給了 那 裡面的資料 就點test 但是喔 這種寫法是只有找一個對不對? 因為它有兩個嘛 所以我們先抓第一個看看 能不能抓到first 如果可以抓到first 那second應該就可以抓得到了 欸?first 有沒有?有了 OK 那second怎麼抓呢? 那一樣 我就可以抓 這個應該就是加個底線 O 那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是 什麼? 第一個是0 其實我拖籃一下 我就不寫回圈 因為只有兩個嘛 如果你要寫兩個 如果你要兩個的話 那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就好了 其實也可以寫個回圈 因為兩個寫回圈好像沒有佔什麼便宜 乾脆用這樣的寫法 printer 應該是first跟second 欸?first和second出來了 有沒有?第二道題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三個取得first 欸? 取得first剛剛我們有取的 其實就這個啦 所以這個 當然你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我在雲端上 還有用另外的方法 什麼方法? 其實除了用剛剛的這個方法之外 取得first 你還可以用一個a 後面是什麼? 取得first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或者用這個方法 class OK 然後 再來的話 底下就是取得所有的超連結 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要取得什麼? 取得第四個題目 取得什麼呢? http的這個什麼? example.com 1 在哪裡? 這個東西 這怎麼要抓?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抓的 我們剛剛都是抓.test裡面的東西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的 並不是.test 而是什麼? A後面的HREF 也就是說HREF底下的這個東西的話 那我該怎麼抓 特別是喔 這個就比較特殊 那抓的方法 第一個 我們一樣 我要抓什麼? 那我知道說 它的位置是在 一樣是sp.fine好了 那fine什麼呢? fine a ok 我fine a ok 那因為呢 一樣是抓第一個 因為它一定是在第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是問題喔 我現在如果抓 直接print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會是這麼多東西 原來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標籤開頭是A 它的結束也是A 中間就是它裡面放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邊的標 那如果說 如果點test就抓這個 但如果我要抓HREF後面的東西 特別注意喔 有個特別的用法 叫點get get的話意思說 我要抓的是那個標籤後面的相關的 其他的屬性喔 那屬性名稱就跟大家講說 我要抓的是HREF 就這個東西 所以你把這個HREF 這個放在哪裡呢? 放在get的後面 有沒有? get 幫我抓HREF 這個屬性 裡面的這些資料喔 那幫我什麼? 把它print出來 那可以懂的意思吧 把它執行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得到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得到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我要抓那個HREF 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 ok 然後 第五個是什麼? 取得什麼? 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兩個 一起抓 這要怎麼抓 另外最後的話呢 它是什麼? 抓這個 網頁裡面的這個名稱 其實抓這個名稱 跟剛剛那個方法 其實有點類似喔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總共前面1到4的 這4個問題喔 的答案先試著做做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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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